- Let me try with your go with the motions - Close your eyes with your mouth for a moment 今年不是很流行的雲朵包嗎? COSE的雲朵包 那就是JENNY BAN的那個包包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有買同樣的 然後這個就跟它的材質超級像 有沒有就是那種泡泡秀 哈囉大家好我是Laud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喔 好久沒有拍傳達影片了 今天來開箱最近很紅的Fazbee的日本網站站立屏 Fazbee網站上面有超過400個日本品牌 不但跟日本同步價格 現貨最快一週就可以送到台灣之外 在上面買各式各樣的日牌衣服呢 只要付一次的運費大概台幣300塊左右 就可以直接送到台灣 比起代購買起來很優惠之外 在家就能逛各式各樣的日牌 是不是超划算的 只要按一按就可以送到家裡 不用出國也可以買日牌 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今天就是跟Fazbee合作 要來分享一些日牌的衣服 然後我們會實際穿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一起逛Fazbee網拍 這個網站真的是最近很紅 然後我也是之前被我朋友燒到 Fazbee網站上面的品牌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我覺得逛起來其實蠻簡單的 我自己的習慣呢 是會先從首頁人氣商品開始逛 如果你是第一次逛的話 其實像現在這個人氣商品啊 就可以發現每個品牌的風格 只要把這個喜歡的品牌交到我的最愛 就可以直接逛這個品牌裡面的所有的產品 然後也可以從熱門搜尋這邊找到熱賣的品牌 然後我現在來逛我很喜歡的COCA 我覺得它是一個平價適合學生的品牌 但是質感又算蠻不錯的 100元的價格可以入手的日系品牌真的很划算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下單這個COCA的蝴蝶結連衣裙 這個蠻可愛的 最近很流行這種寬鬆的大洋裝 然後它的袖子做得有點膨鏽的設計很可愛 它在這邊購買的時候 每些產品的尺寸跟顏色都會顯示出貨日期跟庫存 如果想要趕快收到的話就可以很方便預估送達日期 那我就覺得很像我們在買台派一樣 真的很快速 這個功能真的超級棒 比如說像是我可能趕著收到 我就可以預估一下說 欸它到底幾天會來 就不用當地說國際運送到底要多久啊 所以這個功能真的很貼心 那我這邊自己特別整理一些推薦的品牌給大家 放上各品牌對應的關鍵字風格 大家可以直接截圖去Fastbit上面逛 好第一件我們要分享的呢 就是這個COCA的連衣裙 給大家看一下實穿的樣子 那今年我覺得一直都很流行這種 不管是韓系或日系都很流行這種 寬鬆蓬蓬的大裙子 因為它的側邊袖子這邊啊 它是做的很寬蓬袖的設計 然後這邊有點皺褶 所以看起來其實是手臂會比較顯瘦的 那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穿這種寬鬆的大洋裝 會不會看起來整個人很大 但我覺得反而這個是顯瘦的 那第一個的話是因為它的這個 腰身的地方做的比較高 所以我在穿的時候可以看到我的比例整個被拉長 不會是有五五身的狀況 這個剪裁的話就是真的很不錯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因為它的背後 它不是只有做純素的 它背後有一個蝴蝶結的設計 那種綁帶的蝴蝶結很可愛 就算簡約中有一點小花樣 他們官網的圖是有別一個大髮夾 我覺得很可愛就很日系的感覺 那我另外覺得這種也很適合配那種大耳環 那種垂掛式的大耳環 就會看起來有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底下如果你要配那種娃娃鞋 然後配一點泡泡襪也是蠻可愛的 就是看你怎麼去搭 或者是那種蕾絲的襪子 我覺得臉會很可愛 就是有那種古著的小感覺 然後你也可以配那種漁夫帽 我覺得算是一個夏日必備的一個單品 然後因為它的布料算是那種綿麻的 所以穿起來也很透氣很舒服 今年夏天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必備這個 短袖比較大的一個寬寬裙很可愛 自己很喜歡這一套 而且一穿就是直接一套到底很方便 然後再來第二套也是我很喜歡這套 連衣裙啦 這套我前陣子呢 我穿這件去洗酒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均綠色的襯衫養裝 第一個它的縮腰也是坐得很上面 在我的胸下左右 然後如果你就算身體比例跟我比較不一樣 其實你也可以是可以把它往上拉 所以它是可以自有調節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現在穿的樣子 實穿也是比例看起來會比較長 盡量把那個腰部檢查的位置拉到胸下 看起來的腿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這一件呢 它很棒的是它的襯衫 因為長袖 就加長裙的話 看起來比較壓比例 那它很棒的是 它的襯衫這邊的袖口 也是做一個比較收袖的設計 所以整體看起來呢 並不會說整個版型 從頭到尾都是上寬下寬 而是它的袖子這邊 有做一個比較收緊的設計 那這樣子的話 穿起來比例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它的裙長呢 就剛好是在 露一點腳踝的長度 所以我覺得配上涼起來的話 也是蠻可愛的 也是一套很簡單的懶人穿搭 然後你要可以正式或者可以休閒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做搭配 你也可以配那種背心啊 花背心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很俏皮的選擇 然後再來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我最喜歡的戰利品 這件超級超級可愛的泡泡袖 今年不是很流行的雲朵包嗎 Cost的雲朵包 那就是Janny Ben的那個包包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有買同樣的 然後這個就跟它的材質超級像 有沒有 就是那種泡泡袖 雲朵包的感覺 那它這樣就是一股一股的這樣 很可愛 可是它的材質其實是很薄的針織 所以穿起來其實算是透氣 不會說很悶的 然後這個它可以單穿 像我現在這樣單穿去搭配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外套 然後裡面可能就加一個小可愛什麼 都會配起來都會超可愛的 然後它整體就是一個超級可愛 超繽紛的顏色 那它有很多種選擇 我最後是選了藍色 因為我覺得這種Baby藍還蠻適合春夏的 真的很可愛 今年最流行元素的這個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要去買一件 這個泡泡袖 超可愛 你下半身要搭配怎樣的 我覺得其實都ok 你要休閒 或者是你要走一個比較俏皮的感覺 也都是可以的 算是一個很百搭的外套單品 然後穿起來這個材質就很好 我自己是蠻喜歡他們家的外套的單品 我在下單Fosspeed的時候 就一直真的覺得 選擇這樣 因為每件都很好看 每次逛網站都會逛超久的 然後這件也是我想了很久 最後決定下單的 它這個算是墨爾邊的衣服 襯衫 然後它這個材質很棒的是 它是一個有點像是絨布的感覺 但是它並沒有說像那種冬天的後絨布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春秋穿的話其實是ok的 那夏天的話可能會有點熱 但是因為它的質料裡面其實是絲的很舒服 所以它的絨質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這款算是一個透氣 但是質感非常好的材質 它摸起來是那種 我會覺得是一個日本很貴的 春貴品牌的衣服 然後它整體的設計很棒 很浪漫公主風的感覺 它的扣子呢有那種珠光色的扣子 很漂亮 然後整體的質感非常好 不是那種廉價的扣子 它的扣子設計直到這邊 都還有那個珠光的粉紅色扣子 真的很漂亮 這整體是非常浪漫公主風的一款襯衫 整體的縫線走線啊 還有整個穿起來感覺都很挺 但它底下呢我覺得搭長裙是最浪漫的 你要配比較正式的西裝褲其實都可以 就是一款我覺得可以帥性也可以甜美的公主風襯衫 下一個要介紹的也很像 也是這種木耳邊的 我最近很喜歡這種襯衫 但是這個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是絲綢狀的 它不是那種絨布的 然後我就是選黑色滾白邊 因為我覺得黑色滾白邊看起來很可愛 然後呢它一樣是可以搭配像那種 吊帶褲啊或者是西裝褲都蠻適合的 那這個穿起來呢 因為它這個有蝴蝶結可以打 整體看起來你的視覺重心都在上半身 所以我就覺得 你要配一些比較簡單的下半身也可以 就是它穿搭其實蠻好想的 就穿一個帥性的下半身西裝褲 你要穿黑的白的或者是比較寬的褲子啊都ok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就很適合那種 你要配一些小耳環什麼都很適合 整個就是那種很適合上班族look啊 或者是約會的穿搭其實都可以 而且它布料非常非常的薄 但是質感又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我覺得就算大熱天也穿得住 是那種很輕膚的涼涼的布料很舒服 我自己很推薦他們家的衣服 因為他們家的衣服真的是 算是百元的價錢但是質感非常好 如果也是那種喜歡那種比較甜美 然後比較好搭配的單品的話 其實可以跟我看他們家 他們家的衣服真的都很棒 好那再來談一下這件裙子 這個裙子我也很喜歡 它的話呢是下白做這種波浪狀的設計 所以走的時候會有那種很像花包綻放的感覺很漂亮 那這一件的話呢 它穿起來也是很透氣的那種材質 有沒有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透 但是它是會透光但是不透內褲 所以這個我覺得穿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然後呢像裙子 因為一般來說淺色裙子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顯胖 所以其實現在都會比較貼合一點的剪裁 但是它前面有做這個縫線 就是它前面有做這兩條走線 就會看起來你的視覺比例會比較集中一點 就會看起來更顯瘦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長裙的 你只要挑到這種材質舒服的話 其實夏天你要穿這個長裙不管 你要防曬啊或是你想要遮腿 因為像我自己有時候就是夏天 你真的太熱我就不想要露腿 因為就閃得很黑嘛 你就可以穿這件 然後它下面有做一點微微的木耳的設計 所以走起來就會那種清飄飄的感覺很可愛 就不會說別人會覺得說你夏天怎麼穿著那麼厚重 沒有啊這個就看起來很輕盈的感覺 然後它整體的材質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還蠻推薦這種基本的單品給大家 然後它也是可以很適合搭配各種上身 質感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顯像我身上這套啦 他們家的品牌呢是雖然今天接到最貴 但是我覺得貴的是非常有道理 因為他們也是一個日本非常有名的日牌 他們這個襯衫呢 這個蝴蝶結也是可以自己打的 你要拿掉也可以 這件最可愛的是它這邊有珍珠扣 而且是那種很有質感的珍珠 超級超級可愛 那它的袖子呢是做這種微微的喇叭袖 它那個分叉的喇叭袖很可愛 整體穿起來呢 因為它這邊我其實拉掉的話 它是有點小利尖的 結果看起來是那種剪裁非常好的很帥性的一款襯衫 那它還有白色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藍色條文蠻可愛的 那它同時呢搭配這個底下的吊帶褲 我還蠻喜歡這種大蝴蝶結配大吊帶的這個感覺 因為就是你的視覺中心都會在這邊 看起來就會很可愛 很多韓國藝人跟日本模特兒其實都會這樣搭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款搭配 那這個吊帶的話呢 它是做這種收腰設計的 所以它其實整套搭配起來 你不會說 欸反正是上大下來大 它反而是就是上面的視覺中心都在這邊 那下面的話就是微微的慢慢往外膨 那這很可愛的是它有做立體的壓紋 它立體的壓紋是千鳥紋 是不是超可愛的 所以它整個是那種非常有立體很有質感的浮調設計 然後呢你近看就會發現它這個壓紋呢 是非常非常細緻的 那整個穿起來呢就很好搭配 你不管是要搭一個很素很素的襯衫 或是搭那種有古典階的襯衫 或是你要搭剛剛我介紹的木耳紋的襯衫 其實都可以 它就是一個很百搭的吊帶裙 穿起來就很可愛 我自己很喜歡這套搭配 如果沒有嘗試過的人 我還蠻建議你們可以試試看 真的很可愛 好啦今天穿到環節就到這裡啊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個風格呢 不然你喜歡什麼樣的風格的穿搭 你在Fastbit上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風格 今天Fastbit應該要提供了限量的折扣碼給我的觀眾 Fastbit真的是一個我在合作前就很愛逛的一個網站 他們家真的是你只要在家動動手就可以買 所有你想要的日牌直接送來台灣 如果是想要嘗試看日系穿到的朋友們 一定要逛開他們家 自己到貨速度快呢 衣服的品質也都普遍很好 這一次我真的完全沒有踩了耶 非常非常的滿意 非常非常推薦Fastbit給大家逛逛啦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請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 IG 照我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字幕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